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牛奶面包 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就在台面上做 先给它削一下毒 用纸把它擦一下 200克面粉 给它中间套一个洞 加入一勺酵母 一勺糖 一勺盐 具体的量我会写在说明文 然后现在给它加入温热的牛奶 牛奶是100毫升 觉得这种方法不好操作的 你可以还是把它放在盆里面 盆里面的话牛奶它不会 就是流的到处都是 给它放30克左右的黄油 这个黄油一般都是放到最后最后放 就是面团成型了 再放油的 觉得太大了不好揉的话 不好揉进去 那你就把它切小一点 切小一点再揉进去 揉成面团以后 把它放到这个盆里面 盖上保鲜膜 让它发酵 因为这里面油脂 就是放了很多黄油 所以说我们发酵的时间呢 要相对长很多 如果说是在常温里发酵的话 以现在二十几度的天气 需要发酵一个小时以上 在烤箱里面发酵的话 就设置温度40度 让它发酵30分钟 40度的烤箱里面 发酵了30分钟以后 大概就发到它的两倍大了 然后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整形 轻轻的 给它揉一下 把它的气体揉出来 然后把它揉成一个圆 简单一点的 简单一点就可以 一二 就是四个 我们把它往下压 这样子往下压 往下压 就成了一个圆 往下压以后呢 这样团 尽量把它下面给它 轻轻的 轻轻的把下面给它捏一下 然后这样团一下 把它摆盘到这个烤盘上面 用筷子给它中间压一下 尽量是往下压深一点 因为等会它烤 等会烤起来的时候 它会缩回了一点点 盖上湿帕子 让它在常温下 再发酵25-30分钟 在常温下发酵的话 一定要给它盖上一个湿的毛巾 保持它表面的水分 因为在烤箱里面烤的 如果它的表皮太干的话 烤出来它会开腻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保湿 这个常温发酵25分钟以后 我们给它撒上一点面粉在上面 这样烤出来会更好看 烤箱180度预热以后 快速的把它放进去哦 好 然后让它烤10分钟左右 这段你把烤箱的灯打开 就是观察它的样子 因为每个烤箱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好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取出来 我们的面包就做好了 很烫啊 我现在都不敢胖 非常的棒 谢谢大家